泽连斯基的请求,中国断然拒绝,美国则态度摇摆 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多次呼吁下 国际社会对于即将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的关注度持续上升 然而中美两国对这一峰会的态度截然不同 中国方面断然拒绝参会,而美国则表现得犹豫不决 泽连斯基此前对拜登充满期待 希望美国这一领袖国家的参与能够提升峰会的整体影响力 团结国际社会,共同遏制俄罗斯的进攻举动 然而美国的回应出人意料 拜登以忙于选举前的筹款活动为由,暗示无法抽身参加 这就让人不禁思考美国在此事上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 相比之下,中国的拒绝显得更加明确 中国拒绝参会的理由是峰会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 尤其是俄罗斯未被邀请 中国这一决定并不令人意外甚至是合乎情理 因为中国在俄乌冲突中一直保持中立 因而拒绝参加没有俄罗斯参与的乌克兰峰会 同时,中国希望通过保持中立 为冲突的解决创造有利的条件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美国一直偏袒乌克兰 但此次你会发现 它在是否参会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显得有些异常 美国对这一事件的犹豫态度也反映了两点深层次的考量 首先,美国不希望通过单方面的会议进一步刺激俄罗斯 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 特别是巴以冲突中处于道德烈士的情况下 美国需要权衡全球战略布局 这是白宫政客们最关心的问题 因此,美国避免将俄罗斯逼入绝境 从而引发更大的地缘政治风险 是其首要考虑的因素 其次,拜登的个人政治利益也是重要因素 对即将到来的大选,他必须谨慎处理外交事务 以免乌克兰问题成为其竞选连任的屏障 现在,美国国内关于停止原屋的声音不断升级 拜登为了在选举中稳操胜券 避免过多直接卷入乌克兰的相关话题 是其最保险的做法 在乌克兰和平峰会邀请与回应中 中美两国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两国在外交政策上的不同风格 更揭示了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 大国之间在处理地区危机的微妙心态和策略抉择 归根结底 这显示了美国试图在国际事务中无所不包 最终却发现自己力不从心的事实 俄乌冲突延续至今 拜登也慌得一逼 日前又有消息传出 拜登一改往日作风 表示将授权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进攻俄罗斯本土 可见面对俄军在前线的不断推进 美国已燃乱的阵脚 既然授权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本土 好你拜登肯定不会出席在瑞士举行的峰会 这场峰会最终可能又将成为泽连斯基的独角戏 毫无实质性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顶输与创洤 在瑞士与 按赞 转发 顶输与创津与创津与刀 现在正有说明事就会有点弄的